9月以后,天气逐渐转凉,水果摊上的水果慢慢从西瓜、芒果变成了刚上市的猕猴桃。 猕猴桃是一种常见水果,表面覆盖一层绒毛,又因猕猴爱之,因此得名猕猴桃。 虽然猕猴桃长得不太好看,但它的营养十分丰富,每天食用一个,就能保证身体充足的维生素C需求。 它内部良好的膳食纤维,能刺激肠道蠕动,降低体重,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,效果远强于苹果、梨、西瓜等日常水果。 不过商家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,售卖的猕猴桃多数是硬的,买回来也不能马上就吃,需要放到成熟。 但是猕猴桃放熟的时间非常长,就需要我们用一些特殊手段来帮它快速成熟了。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快速催熟猕猴桃的小方法,非常简单,特别实用,只需要短短几天就可以吃到香甜可口,酸甜适中的猕猴桃了。 一起来看看吧。 方法一,水果催熟法。 准备一个保鲜袋,将猕猴桃装进保鲜袋中,将成熟的苹果或者香蕉放在其中。 原理很简单,成熟的水果可以释放出天然的乙烯,能够起到催熟的作用。 所以,将它们和猕猴桃放在一起,并且密封一段时间,就能起到非常十分不错的催熟效果。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,也是我日常采用最多的办法。 方法二,大米催熟法。 大家都知道,猕猴桃表面有很多很细的小绒毛,容易吸附杂质和灰尘,需提前清洗干净。 清洗的方法也很简单,水里加一勺食盐,将猕猴桃放入盐水中,洗去表面杂质即可。 洗完后,将猕猴桃放在盘子里晾干水分,或直接用厨房纸巾将水分擦干净。 切记,猕猴桃表面不能有水珠,接着,准备一个碗。 里面加入适量的大米,将猕猴桃放入大米中,再倒入大米,直至将猕猴桃彻底淹没。 大米包裹着猕猴桃,也能够示范出乙烯起到催熟的作用。 而大米本身示范出来的米香也有一定的催熟作用,可以加快猕猴桃成熟的速度。 通过这种方法,猕猴桃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。 方法三,扎孔法。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牙签,然后再将需要催熟的猕猴桃取出来,用牙签在猕猴桃的表面上多戳上一些洞。 这样猕猴桃可以更快地释放以吸气体,从而达到自身催熟的效果。 扎上小孔之后,咱们再用保鲜膜将其包裹起来,这样更加干净卫生,防止猕猴桃受到外界的感染而变质。 用保鲜膜将猕猴桃包起来之后,放到塑料袋中,扎紧收口,常温放置两天就可以吃了。 哪一种方法都非常实用,非常快捷。 在咱们平时的时候要催熟猕猴桃,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就可以了。 猕猴桃虽然营养丰富,但这七类人却不适合多吃。 1.脾胃虚寒人群 猕猴桃在中医中归胃精,有解热、健胃的功效,但又属寒性水果,因此脾胃虚寒的人最好少吃或不吃,不然会损伤脾胃的阳气,加重胃肠负担,进而引起反酸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。 脾胃虚寒者可使用樱桃、荔枝、水蜜桃等温性水果。 2.胃炎、胃溃疡等胃病患者 猕猴桃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果胶成分,容易对胃黏膜造成刺激,增加胃酸的分泌,不利于胃炎、胃溃疡等病情的恢复。 如果实在很想吃的话,可以在饭后适量吃一些。 3.腹泻变糖者 腹泻变糖者常表现为大便不成型、糊状或者每天的排便次数很多。 甚至有的人大便成吸水样,有这类表现的人也不宜吃猕猴桃。 这是因为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,会增加肠胃蠕动,促进食物消化与排泄,容易加重腹泻。 4.猕猴桃过敏者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对猕猴桃过敏,食用后会出现舌头发麻、胸口闷痛以及喉咙搔痒等症状,严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。 因此,这类人也不宜吃猕猴桃。 5.月经期女性 猕猴桃性寒,处于月经期的女性最好少吃或不吃,因为食用它可能会延长月经的时间或引起痛经。 如果真的要吃,一定记得吃点生姜解寒。 6.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没有控制合格时,也不宜吃猕猴桃,否则,有可能是血糖升高而危害健康。 糖尿病患者血糖基本标准为,空腹血糖控制在6.5到7.5毫默而每升,餐后两小时血糖指数控制在7.5到8.5毫默而每升。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,才可以少量吃猕猴桃。 同时,要注意,最好在两顿饭中间吃猕猴桃,这样它对血糖的影响相对来说小一些。 7.肾功能不好人群 肾功能不好的人群也应谨慎食用猕猴桃。 猕猴桃含有大量的钾离子,若吃得多了,钾元素摄入增多,会使体内高钾水平升高,从而引起高钾血症,这对健康非常不利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看完你对猕猴桃有了新的认识吗?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,记得分享给家人朋友哦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